好我们还要来看到是根据俄罗斯的新闻社引述医院官员的话所做的报导指出 前苏联的领袖哥巴契夫他逝世 想其受91岁 好这回是针对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塔斯社的报导 1931年3月2号出生的哥巴契夫因为长期饱受疾病之苦 当晚呢在医院逝世了想其受91岁 伊拉克从去年10月份的国会大选之后到现在还是陷入了政治僵局 并没有组成新的政府 伊拉克的武装分子在30号向首都巴格达安全防卫严密的绿区 发射了数枚的火箭 好巴格达呢其实从29号深夜一直到30号凌晨时分 整夜呢都传出了枪声还有火箭炮的攻击声响 在此同时伊拉克的实业派教士萨德 29号宣布退出政坛 引发效忠伊朗的实业派团体爆发冲突 根据了法新社的数据显示 萨德的支持者呢有23个人不幸死亡 还有至少380人受伤 针对了中共军演之后 无人机的侵扰 在总统蔡英文下令事实采取必要 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之下 昨天下午金门守军对于出现在金门外岛的大陆 无人机回击了 先是涉及了信号弹市井 但是呢这个无人机依旧是持续的盘旋 于是呢进行了防卫射击驱离 这也是守军首度开枪驱离中共的无人机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已经连续好多天 都不断的侵扰我国金门的驻军钢哨 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竟然说 只是飞到领土上头来飞一飞 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有地表最狂部长之称的冯世宽 这回火大炮轰 要把他给击落 好国防部长邱国正也是直接反向对岸 到时候我放个鞭炮下下麻雀 你也不要大惊小怪 大陆无人机连续几天清门踏户 飞到金门各营区上空 像在走灶咖29号跟第三度飞到金门石屿地区 国军仍然只用信号弹试镜 道路发言人赵立坚开口冷呛 中国的无人机到中国的领土上去飞一飞 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我有炮轰抗中爆他个鬼 一台无人机就搞死你 你骂有插用 无人机会掉下来死掉吗 连续三天我有灌爆国防部脸书 曾被称为地表最狂部长冯世宽 忍不住这样说 六年前当的部长 我的规定是只要到营区就把他击落 首途有责 击落无罪 听到对岸狂呛别大惊小怪 被骂得满头包了国防部长 终于火大回枪 到时候我也可以讲 我放这个鞭炮下下麻雀 到时候你也不要大惊小怪 不要大惊小怪 作为我们也在调整 公司几台无人机就飞得台湾胆战心惊 国军如何硬起来 全民都睁大眼睛看 记者林新坚良海 姚李一璇台北报道 对岸的无人机其实近来不断的侵扰我国的金门的驻军刚哨 一度也被外界批评说国防部没有什么作为 台湾的民众呢其实对于前线的反制措施也是感到非常的不满 但是您知道嘛 事实上台湾不但对无人机有非常有效的反制措施 而且呢就在总统府设置了号称是台湾最强的无人机结界 让无人机没有办法飞进博爱特区 好现在有人说这个博爱特区的立场真的是难以突破 中共的二十大时间已经正式确定了将会在10月16号是在北京登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外界多半预测他有很高的几率 将会在这一届二十大上取得史无前例的第三届任期 好这回中共二十大会议呢将会由习近平来主持 央视新闻指出了二十大将会高举大陆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的旗帜 认真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全面贯彻 以习近平作为核心的党中央等等 美国媒体二十九号的报导指出呢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之际 拜登政府计划正式要求国会必须要批准一项 大约是十一亿美元新台币三百三十七亿元的对台军售案 这当中包括了六十枚的鱼叉反舰飞弹 还有一百枚的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以及一指针尖雷达延长合约 好这当中呢响尾蛇飞弹将会挂载于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F-16战机上 白宫的发言人尚皮耶在二十九号的时候表明了 美国未来还会以部署还有演练 像是包含派遣军舰通过台海等等来回应北京破坏稳定的挑衅行为 希望把整个新太平洋的情势能够导向稳定 尚皮也同时强调了这无关美中关系 而是为了台湾还有区域的最佳利益 不过我们来听一下对此前驻纽西兰大使界文集已经说了 美国会在台海议题上逼迫北京出手 并且以此作为理由打击快速成长的大陆经济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跟军事施压 到一个程度以后 台湾的民意会大转变 这个美国也很清楚 AIT在台湾每天就在这边搞情知 内部的东西 他现在看你现在这个民进党 年轻人也不太爽 然后上一次大陆围台军演 看看这个民意反应有点问题 那如果说中国大陆压力带长台湾内部民意转变的话 美国再玩也玩不下去了 他现在能玩下去要有一个前提 为什么玩得越来越得心应手 台湾要有内应 一个拍巴掌拍不响嘛 对要有内应 这个内应你不能让这个内应 他怀忧丧志 想酸 他不战不合 他起码要不走 对不对 你不能到时候他走了 他也不玩这一局的话 你美国也很麻烦 所以美国也认为这个事情 可能他们的判断也有时间压力 这个时间压力也不过就这几年了 也就这几年了 所以美国我想不断的他会在台海问题 逼着中国大陆出手 我觉得就是逼中国大陆出手 就是逼中国大陆打台湾 打台湾不是对美国 因为你只要一出手 美国就跑了 美国就跑了 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邀请全世界来围攻你了 对 最近的这个所谓的给台湾 这个台湾权力法案里面给台湾 主要非北约盟邦地位 里面有一点 我觉得可以提出来 就是说 他有好几点 你有这个地位的话 你可以跟美国国防部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他中间有一点 他可以不拘泥你有没有美军的基地 可是把美国国防部的武器 囤积在你的土地上 白痴喔 那你把武器囤积过来 然后没有美军基地 也没有美军 那是给鬼用 给蔡英文用 给鬼用是吧 蔡英文用 他现在 现在他们的一个战略判断 就是台湾要打长期战争的话 你弹药不足 你囤积的这些武器不足 那你一开始围台以后 美国是要走的 美国是要走的 美国没有要 美国没有要来在那边 在台海跟中国大陆解放军 直接冲突的 那你要台湾打三个月 或者打六个月 最好像乌克兰要 你打六个月 武器弹药在哪里 你现在 乌克兰的武器弹药 从罗马尼亚 从波兰 还进得去 源源不断的进去 对不对 因为它是有陆地边界 台湾很好封锁 这可没有 这一次一封锁就看出来了 所以美国急 所以美国这些法案都是有它的后背后的理由的 所以我是觉得武器会加大 然后囤积武器 美国的武器会进来 然后弹药会进来 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不只是这些法案 不只是这些军售增加 美国将来访台的这些人会更提升 海洋委员会主委李中维 是以高龄母亲需要照顾等等的家庭因素 作为理由向高层请辞了 现在宜缺将会由海军出身的海巡署长周美武来接任 至于海巡署长兵符将会转回警职 传出是由现任的副署长兼发言人蔡长梦来接棒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